前几天我答应了朋友一件事情 就是帮他做一次汉服的模特 因为他们的学校要举行那种汉服的梯台走秀 所以他就问了我 然后我也挺感兴趣的 所以我也同意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因为是学服装的嘛 然后汉服是他要为我亲自量身定做的 现在我就准备去他家了 我好久不见你 是的 你这个房间是干嘛的 这个房间是做衣服用的 做衣服用的 做衣服用的房间也太豪华了 这是你的缝纫机 是我的缝纫机 为什么还有电呢 因为它是电动的 不是那种踩的 它底下也要踩 底下那个踏板是踩的 我印象中都是那种踩的 这个正在做的是上衣吗 这个也是裙子 前边一片后边一片 我是有两款布 这一款是绿色的配色 这大概是一个花拼一个素色的 红色的是这个配色 也是材装跟它完全一样的 一条一条的 也材装一条一条的 然后底下的那个绿色的布是拼一条大红色的 其实你这么说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你看那个想象 看这个我也想象不出来 这个是裙子吗 裙子 哦 这个裙子呢 都烫好了就会好看了 就是这样 转起来一条一条的 嗯 就是这个效果 现场画图 对 大概是这个效果 嗯 黑的话就是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 分分钟钟就画出来 你的腰是在这里 哇 你是不是好高啊 应该一米一的群长 然后腰尾 然后七个三 七个三 因为我记得是八个四 嗯 跟我的 对 如果你胸现在跟我胸是一样的话 我给你找一件 我之前做的 你试一下看效果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不用垫 好平 就是没有胸的话会好平 那好平啊 那是不是要垫一下 像老太太那种 对对对 像老太太那种 还是垫那个 你胸盒瞬间大 按一下胸围看瞬间有 有没有瞬间变大 哇 90了吗 94了都 瞬间大了 4厘米 10厘米 10厘米 伸直胳膊 好 84 14了 哇 现在这个发型也很猛 有没有 也很猛有没有 这个是要 这个是要固定那个电发包用的 略可爱有没有 颜色好明显 我会我会用一个前面的刘海片最后把你都打不住的 略可爱 略可爱 有没有 看着现在有点像太平公主 这两天从我夫妻那里搞来的一个中分的刘海片 这个假发盖有点像那种是脱顶的蓝室 戴着那种粘胶的假发 稀有点 稀有点 这个就明显是一个回跳 衫子是纯金的吗 能不能配上这样的我 这样的女性有纯金的 你们感觉现在像皇后娘一样 你觉得你想要这么一头 我就是想要这么一头 可以满足你 那就定这个了 好 那我们就定它了 好 你确定这个重量你OK就可以 还可以 可以啊 那个像敦煌里面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唐风的 要飘下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有点五一的那个款 就是要跳舞 嗯 那我今天就走了 等你的衣服做好之后我再来 是 来试妆到这 行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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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流程好像是十点半开始彩排 然后现在就九点多 已经很多人过来化妆了 那么我现在也开始正式化妆吧 这是我的化妆师 小哥哥吧 就他小哥哥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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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